我媽媽她每天躺的姿勢是最多的 所以她後背除了翻身之外 如果說我們可以再幫她後背刺激的話 震盪的話是很好的 然後呢我建議說 對這時候很棒喔 你看喔這樣整個身體的後面 從大腿後方 這個也是我們黃光肌的棒裡喔 輕拍或者是在加搓嫩都很好 大腿後方 然後一直到臀部 哇這樣整個很棒喔 我覺得這個弄起來很舒服 而且媽媽齁 你有享受過這個姿勢啊 每天都幾天出生 你看一個正常的每天躺一個姿勢 你這樣不要動難過死了 對啊然後你看換一個姿勢這樣多好 你看不錯你做得很好 讓她齁這個姿勢 不好看就不舒服了 然後這個身體 她現在只能刺激一半的膀胱肌 一半的背部也沒有關係 好啊我們這邊處理完之後 我現在是加快板了齁 你在平常操作的時候 對馬上這邊還有肌肉型 還可以小拍 哇手臂這邊也很棒 喔這時候就處理到手臂外側了 太棒了 我們真的全身走一遍耶 哇這邊好好喔 這邊我們正常人擋都好舒服喔 哇然後再加一點搓搓 哇上次半邊就解決了 然後後來再換另外一邊 哇真的這樣子真的身體的前面後面 內側外側我們都處理完 其實這也太棒了 那那個脊椎咧 喔OKOK 脊椎也是可以震盪的喔 但因為剛剛有問過 媽媽沒有骨質疏鬆的問題的話 那其實這種力道的震盪是OK的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那平常呢我會建議 這邊都處理完之後 這邊都處理完之後 媽媽的頭部啊其實不要怕 頭部啊其實她也可以刺激 例如你用梳子幫她梳頭 可是木梳幫她不是梳頭髮喔 是梳頭皮 稍微這樣子壓著 壓著裡裡 壓著裡裡 去刺激她每個的單領 其實那個有錯 這邊有個式子 哇 很好 好那種感覺來 Come on 輕一點輕一點 頭頂 這樣壓著推推 壓著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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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頂正上方這邊有擺回去 還有很多地方 所以這樣壓著 可能會有點痛痛多 這樣子 啊 哇 這樣壓著裡裡 壓著裡裡 壓著裡裡 所以光這樣子就有很多地方可以處理了 正上方 後腦 側腦 這個地方 這樣子 當我們身體處理完之後最後到頭部 這樣子其實是蠻不錯的 好來看一下媽媽的 喔媽媽這邊 好那媽媽這邊啊 你可以幫她順一順 她這邊有點卡住喔 好如果平常用手也可以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躺姿勢的問題 耳朵後方這邊緊緊的 上點精油啊 這樣子好推好推 耳朵後方 這樣子推一推 其實是蠻不錯的 這邊骨頭有點變形了 大概在這個地方 好 啊年紀大的人 我們真的是以輕柔為主 但是時間久 你會發現她好像 似乎身體比以前輕鬆很多 對對對 因為她的復原能力啊 不像一般年輕人 馬上打完就有效果 但是我相信時間拉長啊 你會感覺到她好像 她哪一天忽然鬆開了 鬆得比以前進步 你就嚇到喔 真的真的 嗯很好很好 那這個呢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先不處理 先不處理 因為我沒有把握 這邊鈴巴特別多 這樣就算很好 這樣範圍就夠你忙了 喔 因為時間要拉長 時間要拉長 因為就是 媽媽 這個姿勢 我覺得這個姿勢太舒服 我先把它處理一下 好 啊記得我的力道喔 沒有要出燒喔 好 這樣以樂為主 就像尾巴再搓一搓喔 好 好 她只是沒辦法回答我 因為我覺得尾巴可以很舒服 拜拜 嗯 好 這個姿勢應該不錯 哇 我覺得她這個 她這裡沒有 她這裡尋空我怕她不舒服啦 好 要盡量 就是病人的姿勢 她自己要先舒服 才可以生很久 才有享受的感覺 好 大概差不多了 好 謝謝 對 要真的考慮到她 是不是很舒服 對好 大家先這樣子 好 謝謝老師 對 我先擔心她